画繁围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 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究社的分享视频 本节 我们来讲邮件营销五律当中的发件率和收件率 那么我们还是进入这个 邮件营销的这个核心思路图 我们通过这个图来先简单看一下 那么所谓发件率呢 就是发件邮局 要同意把你的邮件给发送出去 那么收件率呢 是收件邮局同意把你的邮件给接收进去 好 那么我们来说发件邮局的这个发件率的问题 如果你的邮件到达发件邮局以后 是吧 那么他如果做了一次过滤 认为你的这个邮件 不管是哪个方面吧 不符合这个发件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部分就已经给你咔嚓掉了 是吧 那你根本就不可能 就他根本就不往这边去送 不往这边去送 所以说我们有些朋友在发邮件的时候啊 你呃就我看有些朋友在网络上这个分享 说一天发了几百封邮件啊 如果说你的这个发件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啊 有些不当地方的话 那么你这几百封邮件很有可能根本这个发件邮局都没给你发出去 啊那你这这根本就谈不上在后面这一整套的这个操作就就谈不上了 从这个地方已经就掐断了 是吧 那根本就不用去谈什么客户打不打开啊 看不看了 怎么你这就不存在了 邮件根本就没被送出去啊 所以说这个呢 是一个发件率的问题 那么到了这个啊 如果说你的邮件被发出去了 是吧 到了这个搜件邮局以后 那我们说搜件率 搜件率我们要谈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搜件邮局接到你的邮件以后 他就只有啊 他就只有三种处理方法啊 要么呢 就是直接给你怎么拦截掉 如果你的邮件根本就不符合这个 他的一个规则 是吧 我纯属是垃圾邮件 那么他就把你什么 直接挡回去了 就不接收了 第二种是什么呢 他接收了 接收以后呢 他也会有两个选择 要么呢 就是把你放到这个 我们说叫搜件箱里吧 是吧 要么就把你放到什么呢 放到这个垃圾箱里面 放到垃圾箱里面 但是总归来说 他把你这个邮件怎么样 收进去了 是吧 就或者说把你把你这个邮件送达到 你要送 就是你要投利的这个客户的邮箱里边 他至少给你做到了 不管是垃圾箱还是收件箱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邮件发送过程当中 你的邮件 在发行邮局和收件邮局 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发行率和收件率里边 我们首先了解了一些基本的一些 操作的流程和这个缓解点 我们先把这个先了解一下 那么呢 这里我们要 同时要看一下 我们到这个主要来看一看这个收件邮局 收件邮局 收件邮局我们刚才说了 他的处理方法 是吧 比如说我给国外一个客户发邮件 那么发过去以后呢 那么 他的这个邮件服务器收到收到我的这个邮件以后 有三种处理方法 第一个 第一种是进收件箱 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 主要是进入客户收件箱了 第二种是进了垃圾箱 第三种是直接拦截 直接拦截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要解决就是一个直接拦截的问题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内容去讲 怎么去提升这个发件率和收件率 那么要会讲到这一点 但这里我希望大家明确一个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工作邮箱和私人邮箱啊 是不同的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是我在之前讲刚开始讲邮件的时候谈得过 那么一般来说老外的话 他也有自己私人邮箱 也有自己的工作邮箱 是吧 那么他们对了这两种邮箱的这个态度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主要的对于我们做业务来说 很关键点就是什么呢 即使是垃圾箱 他们也会去瞅上一眼的 他也会去瞅上一眼的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工作习惯的问题 其实这个我觉得很容易理解啊 因为任何一个邮件服务器都不可能100%精确到 所有的邮件的就是你认为是正常的邮件 他都把你放到收件箱 或者说这个你认为这个应该收进来的邮件 他却把它放到垃圾箱里面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你这个应该邮件往来过程当中会会遇到这种情况 对吧 所以说呢 我们在工作当中的时候啊 如果是你的工作邮箱 垃圾箱 大家通常情况下还是会定期啊 去看一下的 你比如说我自己的话 我每天都去看一次垃圾箱 看看里面有没有客户 发过来的邮件 或者说我认为是一些有用的邮件啊 会是不是投入垃圾箱里面去了 我反过来想客户也是一样的 他的工作有邮件里面也是一样垃圾箱呢 他也会定期去看啊 这个呢 我跟很多客户聊的时候有问我 他们说垃圾箱肯定要看 因为谁也谁也不敢保证一些重要的邮件 就一定能够进入到这个收件箱里面是吧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不要太纠结 于说哎 我的邮件是不是是不是一定要进入这个收件箱啊 你因为进入垃圾箱所以客户就不看了 这个未见得啊 你进入垃圾箱以后 你关键是客户看到你的邮件的 你得吸引他的眼球 是吧 能够让他去打开你的邮件 那么当然那个就是我们后面讲的这个打开率的问题了 那么就不是这个发现率和收件率的问题 所以这里我跟大家明确一下 就是进入垃圾箱 你也是有机会的 你可以通过后期这个优化你的标题 优化你的内容去提升这个客户打开的一个几率啊 那么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全球的垃圾邮件的 主要是针对私人邮箱去 这个呢 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一块并不是他了解 因为没有研究过邮件吧 因为现在所谓的垃圾邮件呢 无非性质最恶劣的就是这些钓鱼邮件 诈骗邮件 赌博邮件等等就这之类的吧 像这些邮件的话 一般来说他们都选择尽量选择私人邮箱 这个并不会选择这个公司的邮箱 是吧 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就是他们会选择一些公共邮箱 比如Gmail啊 Hotmail啊 或者什么的 就是一些大家自己用的私人邮箱 像我们中国的话 可能用了比较多的私人邮箱 就是163和这个QQ邮箱 是吧 那么他们主要针对这两种 就是在国内收到垃圾邮件 主要针对这两个邮箱 他不会去针对中国的一些企业啊 去发生这个 去发生这个垃圾邮件 好 那么这个 既然是主要针对私人邮箱去了 那么所以我们 在这个 因为我们主要是给客户的是公司邮箱嘛 这个企业邮箱在发送这个邮件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 这个企业邮箱的这个 反垃圾邮件的这个 拦截程度啊 就或者敏感程度啊 就没有那些 公共邮箱的敏感程度要高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一封邮件 你发给Gmail 他可能会判断为是垃圾邮件 但你发给一个国外的客户的企业邮箱 他就通过去了 就发到收链箱里面去了 这种情况我测试过 是经常有的 所以说呢 这里就告诉大家 对这个邮件呢 进入这个垃圾箱 或者说被拦截 这个呢 不要有太多的一个顾虑啊 只要你后面注意了 就是你 只要你注意了 后面我们要讲的这几点的话 你一般来说 进入这个收链箱的这个几率啊 还是比较高的啊 还是比较高的 好 那么我们就先大体来看一下 有关这个发件率和收件率的话 我们要从哪几个方向去做 要从哪几个方向去做 这里呢 我一共呢 是总结了五个五个方面 主要的注意点啊 主要注意的是五个方向 那么把这五个点呢 大家注意到了以后呢 基本上你的发件率和收件率啊 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 换句话说呢 就不会出现这个 因为邮件 根本没有进入客户邮箱 从而导致这个效果差 是吧 我们只有把邮件发到客户邮箱里面去了 我们再才能够谈什么 打开率和行动率 或者说这个时候再去谈什么 这个开发性的这个写作和优化 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开发性的再好 根本就不能进客户的邮箱 那根本就没有意义的 对不对 那么这里我们说的五点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多IP资源啊 多IP资源 这个我在前面讲六二数的时候 讲过IP 是吧 IP资源的一个问题 那么多IP资源 第二个呢 是多种类的一个 一个发件箱 是吧 大家呃 不要老是用一种发件箱啊 不要老是用一种 比如说我们有些朋友 总是用自己的这个公司的企业邮箱 去发送这个邮件啊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 具体的我们到这个后面来 一个一个具体来讲啊 第三个是邮件的格式 那么邮件的格式呢 无非就是两种 一种是这个HTML的格式 一种是TXT的格式 那么这两种格式呢 也会影响到你的这个发件率和这个收件率 呃 第四个呢 是发送的一个方式啊 这个是发送 是操送 还是密送 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 那么我们后面再来看 第五个呢 是标题和正文 是吧 这个应该是朋友们在 嗯 网络上看到分享的比较多的 主要是在讲这个 是吧 你的标题和正文里边 一些一些内容 会导致你的发件率 和这个收件率的 这么一个 最终的一个效果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呢 我这里呢 就主要从这五个方向 再给大家去讲 好 那么有关这个发件率和收件率的 总体的情况呢 就跟大家先讲这么多 那后面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就开始来讲这个多IP资源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感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